朋友們大家好 千言千語共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完整版 專門為會員們製作 一個是普通版公眾版 我們摘取部分的議題 為各位做講解 我們懇請所有支持我們 愛護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加入千千知有的會員 讓我們為您提供知識領域的 享受的享受謝謝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千言千語 我是賴岳謙 以色列的戰士內閣 內唐尼亞胡 他本身面臨內憂外患的 雙重危機 因為他的戰士內閣的 一位重要的成員叫做甘之 甘之他也是反對黨的一位領袖 目前他的聲望在以色列裡面 超過了內塔尼亞胡三倍 所以內塔尼亞胡很清楚知道 這一位甘之對於他的政權 能不能掌握 他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而甘之他在這個時候提出來 要內塔尼亞胡給予清楚的說法 不然的話他會提出一個動議 要不就是退出戰時內閣 要不就是要以色列 總辭進行國會改選 這個就是開始逼供了 所以內塔尼亞胡他面臨 很大很大強大的逼供的力量 這股逼供的力量跟美國也沒有關係 觀眾朋友您想一想 因為就在這個時候 蘇利文又到了這個以色列去了 他去之前說了一些話 有威脅警告內塔尼亞胡的意味 但是問題就在於美國已經多次的 威脅警告內塔尼亞胡 內塔尼亞胡都不為所動 美國能夠產生多少作用 他現在在盤算些什麼 所以他跟甘之之間 有沒有相互的勾連的問題 這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一個問題之一 另外一個問題要討論什麼呢 要討論的就是琉球 琉球的知識 玉成他本身強烈的反對 美國駐日本的大使所做的事情 美國駐日本大使在日本 在琉球幹了一些事情 他表面上好像在做一些政治上的宣誓 但是事實上他引起了玉成高度的不滿 而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對於他這樣的一個大使的身份 基本上來想是不合宜的 因為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中 被發現有一位荷蘭籍的士兵 而日本人卻一無所知 這個又凸顯了日本是二等國家的 這樣的一個地位 也就是到今天為止 美國在日本享有自外法權的 這樣的一個地位 這個對於琉球也好 或是對於整個日本人也好 他們會呈現出一個非常可笑的一個境地 這個境地就是自民黨不斷的在吹噓 說他們要成為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 但是事實上他們永遠不可能正常 為什麼 因為享受自外法權 意思也就是一個國家喪失了自己的主權 喪失了自己國家的司法權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嚴重的問題 而它環繞在日本的領土上空 所以對於日本來講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除非它跟美國清楚的表態 而如果它跟美國一旦清楚表態 你想想日本會受到美國什麼樣的報復 懲罰跟制裁 因為美國對於它的盟友不聽它的話 它下的手段從來是不會手軟的 它的手段既猛又狠 常常使它的盟友苦不堪言 有苦說不出 但是對於美國的敵人 美國常常是束手無策 因為大部分的敵人根本不甩美國 而且跟美國對抗的情形下 到最後美國幾乎都是落敗 例如說在越南的戰爭中美國落敗 阿富汗的戰爭中美國落敗 跟伊朗跟朝鮮跟俄羅斯到今天為止 美國根本沒有任何勝面 看起來美國好像在制裁朝鮮在制裁伊朗 可是朝鮮現在的核武 他當初的制裁是為了讓朝鮮沒有辦法發展核武 而朝鮮現在的核武的能力已經是不可同日而喻 這個意思也就是他的制裁常常是無效的 結果得到的通常都是反效果 但是他對於他的盟友的修理常常是有效的 因為他的盟友基本上有強烈的奴性 而這種奴性就會使美國的這個制裁的力量 產生巨大的效果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還要談一個問題 那也就是烏克蘭的情況越來越糟了 烏克蘭由於追隨美國走 那麼哲連斯基為了自己的政權的保衛戰 也就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然後把一個國家帶入戰爭 而這個國家目前來說在烏東地區 人民飽受戰爭之苦 整個烏克蘭的政治的腐敗一點都沒有改善 整個烏克蘭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 貪污腐敗無能然後經濟狀況每況愈下 在台高足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他的哈爾科夫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普丁到底對哈爾科夫是有意還是無意 還是普丁有更大的一個算盤 目前美國布林肯其實急急忙忙的跑去基輔 可是他卻不敢去哈爾科夫彈吉他唱搖滾 也就是他只敢再欺負 這個在哈爾科夫前線的士官兵的眼中 也就是你的支持烏克蘭根本就是假的 因為你連前線的哈爾科夫都不來 都不敢來 那目前來講 哈爾科夫的情況是越來越糟糕了 另外我們要談到的一個就是台灣的問題 我很少談台灣的問題 但是這次特別要談 因為法國有一個仇中反中的一個媒體 這個媒體是官方的 官方資助的一個媒體 這個媒體是負責在國際上做傳播的 那他長期以來的傳播跟中國有關的時候 都是從負面的角度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概略的在刻板印象中 來斷定他應該也可能是 就是仇中反中的一個媒體 這個仇中反中的媒體過去以來 對於民進黨對台獨的報導 基本上來講都是朝比較有力的方式 可是在這一次他卻有點變化了 那這很有趣喔 為什麼呢 他的一個大篇幅的報導裡面就談到了 在賴清德就職的就任的前夕 民眾黨成功的動員了八千多人 那民進黨一直在強調 或者是國民黨一直在強調 民眾黨只有動員四千多人 但是這個仇中反中的媒體 他的報導裡面卻是成功的動員了八千多人 然後他的文章的敘述裡面就說 這八千多的年輕人都是年輕人 頂得三十度高溫的大太陽在怒吼著 這個就值得我們跟各位來分析了 賴清德還沒上任 年輕人就起來反對 柯文哲又說如果賴清德 他們在繼續這樣違法造亂 不改革 然後不改變 那人民當然有革命的理由 這已經吹起了推翻民進黨執政的 這個號角 這個也值得我們去探索 那當然首先我們要探討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俄國 俄國的外長拉夫羅夫 他的評估 他認為在俄羅斯的這一代間 整整一世代人要跟歐洲恢復以前的關係 或者是恢復正常的關係 或者是走向和平合作的關係 他覺得不太可能了 整整一代人 所以如果現在是一二十歲的年輕人 那二三十年以後 他三四十歲他成為不管在企業界 學術界或是政界的要角的時候 他對於歐洲的態度也不會是友善的 所以他的評估裡面是整整一代人 他們基本上是會跟歐洲是相互對抗的 而且是對於歐洲基本上是抱持的 非常沒有友善的態度 一定是敵意的態度 因為他認為造成這個結果 是歐洲造成的 所以歐洲跟俄國之間的關係 這一代間也就是長期的 二三十年間不會好了 那因此這個也就確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確定了一件事就是普丁 要把俄國帶領的方向 跟他們歷屆的政府幾百年來 是完全不同的方向的 這個不同的方向影響很大 為什麼呢 長期以來俄羅斯他就是橫跨 歐亞兩大陸 他既然橫跨歐亞兩大陸 但是他的人口絕大部分 是往歐洲的這邊比較集中 在亞洲這個部分裡面 他的人口的分佈基本上來講 是比較稀疏的 所以長期以來俄羅斯他是往西方看 那也就是他對於歐洲 對法國對英國對歐洲 他是更加的嚮往 所以他是盡量的讓俄羅斯西化 而不是東化 也就是不是儒家文化化 而是西方的這個文化的方式來發展 所以幾百年來 歐洲跟俄國之間 俄國都在推動西化的運動 即使列寧執政的時候 列寧有交代史達林說要往東看 眼睛要往東看史達林也對於東方 做了一些研究 那麼當然史達林掌政了以後 史達林也做了一些調整 但是他的整個重心 基本上還是放在西方 那不管是前蘇聯崩解 一直到今天的俄羅斯 即使普丁上來了一段時間 普丁也曾經加入過G7 組建成為G8 那這個就是證明了 也就是普丁他基本上在過去 也是繼續繼承了 長期以來幾百年以來 俄羅斯的政治傳統往西看 可是即使他盡量西化 即使他盡量往西看 即使他也加入了這個G7 成為G8 即使他努力的要修補跟歐洲之間的關係 要建立跟歐洲之間的互信機制 例如說歐洲的安全會議 原來有六十五個國家組成的 但是不管普丁在怎麼努力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所以永遠盯著俄國看 永遠要想辦法把俄羅斯打垮 那對於北約來講 他是走向安全的軍事的 所以他要在安全軍事方面 打垮這個俄羅斯 那他必須要想辦法把俄羅斯的安全地帶 一直一直一個一個剷除 讓俄羅斯越來越小 讓俄羅斯本身陷入更大的危險 所以在過去所謂的顏色革命 烏克蘭的顏色革命 那也就是要動搖到影響俄羅斯腹地 也就是他的首都 最重要的莫斯科的安全 因為從俄羅斯的基輔 往北走進入莫斯科 幾乎是一片大皮圓 那這樣的話會讓俄羅斯無險可守 所以在戰略的要地上 烏克蘭很重要 那如果再往前推一點 我想各位就瞭解到喬治亞 喬治亞本身車程的這個問題 他是影響到俄羅斯的腹地的問題 他腹部的安全與否 往這個中亞西亞的方向發展中 高加索地區扮演 地緣政治的核心角色 所以美國在喬治亞這個地區 北約在這個地方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給俄國製造了很多的問題 那普丁不斷消滅了 但是這個地方還是動蕩不安 所以在高加索地區的動蕩不安 延伸到烏克蘭地區的動蕩不安 美國跟北約也曾經努力的 要在白俄羅斯發動政變 只是它是一個未遂的政變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跟北約 他努力的就是要確定了 當美國是一超多強之後 俄羅斯已經衰敗了 所以他們可以想盡辦法在安全上 再把俄羅斯壓到最弱的一個地步 另外他們眼看的從1990年以來 一直到普丁上台 上台以後普丁的歷經圖治 俄羅斯的經濟綜合國力 已經逐步的在復甦 在這個情形下的話 他就必須要打垮俄羅斯的經濟 因為經濟的復甦會支撐他的國力 國力會支撐他的軍事力量 會使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更加的強大 安全的保護網的能量就會更大 所以很明顯的美國就要動員歐盟 要設計一個大的圈套一個陷阱 讓俄羅斯掉進去 那這個動作裡面 我們看到一系列的動作鋪陳開來 一系列的戰略鋪陳開來 最終就爆發了這個俄烏的戰爭 這個俄烏戰爭打了以後 美國馬上動員他們的文宣的力量 還有他埋伏在俄羅斯境內的 這些反對黨的力量 他馬上動員他們要去推翻普丁的政權 然後再動員他所能夠影響的 認知作戰的這一些潛伏在俄羅斯的媒體 要開始醜化攻擊普丁 然後要讓普丁的政權瓦解 再動員全世界美國所能影響的 認知作戰的輿論 把整個歐洲媒體 然後說成他是代表國際 然後去壓制 甚至在聯合國內把俄羅斯孤立了 用盡各種手段 但是兩三年來 從2021年一直到現在2024年 美國的所有的這一套大的棋局 大的戰略 基本上來講都被化解了 美國現在的情況處於不利的地位 烏克蘭的情況處於更不利的地位 而俄羅斯應該講是實力逃生 從被打擊到重新站起來 這一站起來 俄羅斯他比以前更加的強大了 他的經濟狀況不但復甦 他的財政狀況比以前更加的寬裕 所以他本身有更多的力量 把軍事工業從平時的軍事工業 轉變成為戰時的軍事工業 另外俄羅斯在按照西方媒體所說的 普丁的政治動員認知作戰中 那麼造成了俄羅斯的普遍的人民 他們的高度的擬距率 這是這一次歐美的媒體 他們進入俄羅斯境內 他們做大規模的採訪 他們發現讓他們非常的驚嚇的一件事 就是普遍的俄羅斯人 第一個他們支持普丁 他們認為普丁發動的這個戰爭是正確的 第三個他們認為勝利一定在俄羅斯手中 第四個他們前撲後繼的去看戰爭的成果 也就是把西方的列強的 不管是德國的英國的美國的這些戰車 這些被擄獲的這些武器一個陳列展場 好多的俄羅斯人都去看 他們驕傲 他們更有自信 他們更信賴他們的領袖普丁 他們更認為勝利將會在俄羅斯人手中 他們更仇恨美國人 更仇恨這個歐洲人 西化 歐洲 美國 想透過他們的文化的清洗 文化的滲透 然後要把整個俄羅斯改變 但是看起來很明顯的徹底失敗了 俄羅斯人從過去願意跟西方人做朋友 到現在仇恨西方人 這個是影響體大的 那因此普丁的往東看 這已經不是短暫的便宜一時之計了 而是一個俄羅斯長期的政策 俄羅斯的往東看 所以俄羅斯的經濟 科技 科學 學術 文化 旅遊 交流 往東邊來往將會更加的密切 那當然一旦往東邊來往 中國就是俄羅斯最想要結交的 最親密的戰友朋友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中俄之間在科技領域 學術領域 文化交流領域 包括電影 包括服飾 包括時尚產品的交流 包括這個觀光旅遊的交流 將會越來越密切 會有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到中國去旅遊 中國的人民到俄羅斯去旅遊 雙方之間的社會的交融程度 也會走上一台階 所以全方位的來往 將會一直往上電伸 所以不只是軍事安全上的合作 海上空中的安全合作 軍事科技的合作 太空領域的合作 月球方面的合作 甚至大科機大飛機的合作 還有就是能源的 雙方的工業產品的合作 俄羅斯滿足中國能源上所需要的 讓中國有更多的籌碼 去跟美國跟中東地區跟巴西 等這些石油的產油國 來去交價 那中國可以獲得更大宗的這些糧食 甚至惡土中用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都會發生 中國對於大西北 對於大東北的開發 看起來未來的潛力 將會更加的強大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往東看的這個政策 看起來是會越來越確定的 那也就是再強調不會是便宜之計 所以拉夫羅夫的這段講話 就又值得我們去玩味了 拉夫羅夫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俄羅斯至少一代人 不會把西歐視為合作的夥伴 莫斯科與西方已經陷入了一場 看不到盡頭的對抗 拉夫羅夫他就引用了俄羅斯的政治學家 這位政治學家他的名字叫做 德米特里特雷寧的一篇文章 他的這篇文章裡面談了一段話 他說至少在一代人的時間裡 歐洲與我們的關係與合作 夥伴幾乎是無關了 拉夫羅夫還說 許多的事實都支持這樣的一個預測 因為俄羅斯與西方的軍事政治的對抗 的尖銳階段還在劇情中 而且會全面性的展開 這也就是俄國的整個大方向 已經從過去的西化他現在往中看了 當他往東方看的時候 跟中國的合作越來越多 跟儒家文化跟中華民族的文化 的交融越來越多了以後 我相信中華文化的吸引力 會深深地吸引了廣大一億多的俄羅斯人 透過電影戲劇音樂舞蹈透過觀光旅遊 學術科技的合作我相信中俄之間的關係 就不只是政治之間 軍事安全之間不只是經濟之間 還包括更深的文化的層面 中俄之間建立起一個歐亞的一個安全地帶 將會使俄國更加的安全 也會使中國更加的安全 也會使跟中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 更加的安全 我想歐亞大陸到非洲大陸 到中東地區的安全整個體系 是可以建構起來的 因為拉夫羅夫的這段講話 其實已經指明了 俄歐之間的關係 不可能在短時間修復了 好 我們來談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很少談的 台灣內部的問題 台灣的年輕人站出來 很明顯的民進黨又失敗了 為什麼 各位觀眾朋友 您有注意到台灣的立法部門又大打群架了 民進黨在台灣的立法部門掌控絕對優勢的時候 他們說所謂的民主就是多數決 少數就應該服從多數 所以民進黨很霸道的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來說 他是很民主的 那麼用多數的力量 完全忽視少數的力量 少數的意見 他通過了各種法案 通過了對於大陸一系列的非常不友善的法案 通過了對於台灣的人民的基本權益保障的法案 他動不動就是什麼反滲透法 動不動就是要打壓台灣的民眾 然後要破壞兩岸之間的關係 即使國民黨跟民眾黨強烈的反對 但是也因為是少數 所以都沒有通過 都沒有辦法阻止 而民進黨就為所欲為 這樣子搞了整整八年 整整八年過去以後 台灣的民眾受不了了 台灣的民眾站出來了 更多的幾百萬的台灣的年輕人 唾棄了蔡英文 唾棄了民進黨 他們後悔 當初八百一十七萬張選票 總有兩三百萬張 就是這些年輕人投給蔡英文 他們發現他們被騙了 他們恨了 他們怒了 他們氣了 所以他們在九合一的選舉中 他們大量的修理了這個民進黨 在這一次的大選裡面 在立法部門裡面 他們又狠狠的打了民進黨的巴掌 所以民進黨失去了 立法部門的絕對多數 耐心得得到了就四成的選票 所以他是一個不具有 絕對多數民意支持的領導人 他只有所謂的法律上的正當性 正當性都沒有 他只有法律上的地位 可是他沒有正當性 沒有真正的民意基礎 這位沒有民意基礎 就四成人支持的 所謂的不具有多數的少數的領導人 這位代表少數的領導人 他所領導的更少數的這些立法部門 這些民進黨籍的民意代表 他在立法院裡面就大打出手 因為人民要求要有更多 監督耐心得的權力 要求人民要有更多 這個牽制行政部門 賴清德 蔡英文們過去 符咒非為的權力 而民進黨的這些黨羽們 這些所謂的應該要代表人民 來監督這個執政者的這些 所謂的民意代表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竟然在這個立法部門裡面 那麼搞亂整個立法的秩序 破壞議程然後大打出手 雙方大打出手的時候 民進黨嚇到了 民進黨很多的立法部門的 民意代表嚇到了 他們沒想到國民黨這麼能打 因為國民黨在這一次 進入立法部門的很多 都是輕壯的年輕的民意代表 他們身強體壯他們敢打 他們不怕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民進黨已經變成老弱了 怕打怕死 只會叫那些效忠的 新科的那些民進黨籍的 這些議員一個說送醫 一個說腦震盪 反正被打得傷兵雷雷 他們真正嚇到了 他們嚇到了以後 那接著我們看到大打出手 當天晚上那些所謂的民進黨的人 馬上動員年輕人 要再包圍立法部門 他們想要複製所謂的 馬英九時代的這個太陽花的情況 結果他們號稱來了一千多人 可是臺北市警局他們的評估了不起 四五百人 結果呢 還沒到第二天早上 結果人群竟然閃光了 沒有半個人了都走光了 很多媒體記者去採訪說 人呢 原來一個晚上都撐不住 一個晚上都撐不住 第二個 一個這麼大的黨 只能動員不到一千人 這簡直是笑話了 被大家嘲笑了 說啊 你民進黨現在年輕人的票都沒有了 你能夠動員的就是那幾個人 然後來了零零星星 結果什麽都沒做 然後呢 什麽都沒有了 還太陽花笑死人了 結果 他說就在賴清德要上台的前一天 民眾黨動員了 民眾黨動員了 國民黨說就四千多人了 民進黨也說就四千多人了 但是反中的媒體 以前是親台獨的這個媒體 他說不是喔 八千多人 跟各位報告一下他的報導 他說臺灣民眾黨發起的 到民進黨中央黨部 然後在外面邀集群眾怒吼 民進黨過去八年來的執政 他們沒有兌現當選的承諾的 這個所謂的立法部門的改革 還有媒體的改革 還有司法和大政方針的改革 而這些年輕人還在依舊 因為臺灣長期以來 這些年輕人這八年以來 他們還處在於低薪的狀態 可是卻是高房價 房價越來越高 他們的薪水越來越少 他們看著任何一個房子幾乎都買不起了 所以隨便一動員 就八千多人就來了 也就是民眾黨成功的動員了八千多個民眾 他們頂著三十度的悶熱的天氣 他們情緒非常高昂的 手拿著民眾做主 而且呢他們上面握緊的 拳頭的圖樣的這個牌子 他們還拿了一個拔蠟 就是拔蠟就是翻石流 因為翻石流在臺灣 我們把它稱為拔蠟 我們叫做拔蠟票 拔蠟票就是開頭自空投支票 你從來沒有兌現 你就是在騙我們 你就是騙選民騙選票 所以我們叫做拔蠟票 這樣的一個情形 他們都拿著這樣的一個水果拔蠟 來控訴民進黨的亂開支票 他們在集會的現場舞台 他們搭起來 他們說民眾他們要來支持改革 他們不要再被騙了 然後他們本身認為說 如果民進黨再不回應人民的意見 如果人民進黨再胡作非為的話 人民有推翻這個政府 其實就是革命的權利 這個就是民眾黨他們發起了一個 推翻民進黨政府的一個運動 我們看到臺灣的媒體 就談到了一個問題 臺灣的媒體說 蔡英文留給賴清德幾個爛攤子 第一個就是臺灣缺電 能源不足能源政策的爛攤子 第二個就是臺灣的經濟低迷不振 低薪高房價的這個爛攤子 然後第三個就是臺灣的司法改革 現在司法變成民進黨的御用工具 這個爛攤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兩岸之間的關係搞得這麼的壞 那留下這四個爛攤子要賴清德來收 我說胡說八道 不要忘了在蔡英文的這八年內 賴清德也擔任過最高的政治領導人 賴清德也擔任過民進黨的黨主席 賴清德都擔任過 所以賴清德跟蔡英文是共犯結構 他們是共同把臺灣搞爛搞壞 搞成這個樣子的共犯 那你想想看一個共犯結構的賴清德 爛攤子就是他製造出來的 而爛攤子是蔡英文 賴清德民進黨留給我們臺灣人 去承受的這個爛攤子 司法成為民進黨的御用工具 他們會改嗎 人民要求有更多的權力來監督民進黨的 輔助非為他們會放嗎 一個台獨用的都是台獨的團隊 進入涉外系統進入安全部門 然後您認為包括賴清德跟賴清 本人都是主張台獨的 然後您認為他們會改變台獨的政策 兩岸關係會有解嗎 他們本身不願意給大陸的平等的經濟 活動的貿易活動的一個對待的一個待遇 您認為經濟會有解嗎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能源的問題會有解嗎 如果要重新啟動這個核能 那當初他們說我反核我是人 那現在他們都不是人了 當初講是人的人都變成不是人了 難道他們都變成鬼了嗎 所以您可以知道賴清德 蔡英文留給台灣人民的爛探子 賴清德收拾得了嗎 好我們這個問題談到這裡 我們來談